中能人壽香港超級聯賽美場在香港大球場上演 香港飛馬迎戰東方龍獅 兩隊開頭都慢熱 初一前排第二的東方龍獅 19分鐘才有艾華頓推順軟射 可惜腳鋒麻麻地順未能入球 21分鐘主隊李愛軒接應做木舟的短傳 在摘鬼躺射考驗不到葉洪輝 3分鐘後大衛拉菲爾軟射也是一樣過不到阿輝 東方龍獅去到35分鐘有反擊的機會 曾錦濤和嚴啟華有碰撞 但沒有人阻止入球深切的艾華頓 中路繼續去可惜無功而還 曾錦濤稍後因雙退下火線 東方龍獅換入李嘉耀 45分鐘李嘉耀接應艾華頓回傳 一射亦不中目標 雙方半場沒有交收 東方龍獅下半場繼續攻 尼馬直線被艾華頓 52分鐘禁區內施射 可惜射得太正 被梁興傑輕鬆接實 飛馬金場隊將座座木舟71分鐘 右路推順起腳始終搞不定 李段入梯背負著很多球迷期望的查理士 80分鐘和座座木舟撞牆後 躺射遠處只是斜出 東方龍獅去到83分鐘差跌打開幾路 右路角球開出 幾頓門前一頂還未彈出 苦戰到86分鐘 終於有入球出現 後備入替的黃威 右路遠射世界球得手 打破疆告 飛馬之後有機會攀平 陳柏行左路幾經辛苦擺脫對手出球 可惜李愛軒近門撞高 最終東方龍獅憑住黃威一 戰定江山 以1比0擊敗飛馬 全取三分升上榜首 東網體育報道